嚴重主動外包的狹窄 嚴重主動外包的狹窄 是一個很常見的退化性的疾病 這樣的一個疾病 過去只有一種治療方式 也就是開胸的傳統開心手術 來治患辦活 很多的病人也由於因為年紀大 或是因為內科疾病太多 沒辦法接受這樣的治療 只能用傳統內科治療 但是成效非常不長 近年來醫療工業器材的一個發達 新導管技術和器材的進步 使得近導管人工主動外半膜 治患的技術得以發展以及成型 新的治療的一個好處 就是可以讓老人家 在接受這樣的手術的過程中 不需要再經過一個開胸的手術 最好的一點是 甚至有些病人 他根本不需要接受全身的麻醉 只要局部的麻醉的方式 就可以完成這樣的手術 近導管人工主動外半膜 治患處的做法 是在體外將瓣膜以及氣球 結合為一體 然後經由人的屬西部的孤動脈 順流而上 然後經由十秒鐘的快速的氣球充氣 然後打開這個瓣膜 將原有的蓋化的主動脈瓣膜 壓製在這個我們新的主動脈瓣膜的外面 再把這個主動脈的氣球 方蜂氣球拿掉之後 我們新的主動脈瓣膜就可以因此而開始運作 替換了原有蓋化退化的人的主動脈瓣膜 產生併發症也有小很多 掌聲併發症也有小很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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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